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理事风采跨离语高端系列访谈 乔建新时代 我是吴静 今天我们在演播室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食品科学家 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 华南理工大学现代食品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爱尔兰国立都柏林大学食品和生物系统工程 终身教授孙大文孙岩史 我们欢迎孙岩史的光临您好 主持人您好 大家好 孙岩史您好 食品行业应该说是我们一个传统行业 大家每天都离不开吃 所以我们也想知道您是食品科学家 您觉得现在在目前我们国内的食品行业 还有没有一些创新的赛道 值得我们大家来关注的 有 我个人认为我国的食品行业 将在高端食品工程装备 食品生物技术和食品智能制造等 这些赛道迎来大发展 同时也将在这些方面取得相应的 创造出巨大的商业潜力 我国是人口大国 同时也是食品消费大国 食品及其上下有产业的市场需求 及发展预量非常可观 随着我国全民生化改革工作的不断推进 鞋科技术产业间的弊仗将不断破除 多领域的融合发展将彻底推动 食品产业的迭代升级 几个例子来说 借助我国在互联网 跟信息化领域的鲜花优势 信息化技术在食品上下游产业中的应用 占比也在逐年跨大 食品工业作为传统产业 也在不断加速步骤工业的4.0时代 随着食品行业接入工业互联网 传统食品工业无疑将迎来新的增长点 将极大推动食品工程技术和食品生物技术的落地 推动我国食品行业向好向快的方向发展 实现我国食品工业从劳动密集型 到技术密集型的活力转变 非常感谢苏元氏 为我们普及食品行业的一个创新赛道 其实我们知道中共中央 关于进一步全面生化改革 推进中国是现代化的决定 对生化科技成果 转化机制改革也做出了部署 所以我们相信食品行业的科技成果转化 它必然会加快它的步伐 其实苏元氏我们也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近年来消费者对于健康饮食的需求 是越来越增长 这也推动了我们食品领域 在强化营养 口感优化 和低糖低脂产品开发等方面的创新 在您看来 您觉得近些年来 我们国家在食品科技成果 对于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方面 有没有一些创新的作用 能请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事实上就具体科技成果而言 经过这么几十年的追赶 我国食品科技研究 在很多方面已经处于世界领先的位置 相关技术成果不仅推动了我国食品行业的发展 同时极大地影响了世界食品领域的发展走向 以我个人的研究背景为例 我所做的科研公关主要是围绕食品的智能检测控制 先进冷冻冷链和新型物理加工 这三大方向来展开 比如说我们利用高光谱等智能检测技术 得以实现对食品的原味 无损且普查式的快速检测 这样就希望能够实现对食品检测体系的迭代升级 而针对民众对食品高营养的诉求 我们使用低温等离子体这些新型非热加工技术 来替代对食品营养成分破坏比较大的 这种热加工传统的热加工技术 所以在利保食品安全的同时 我们能够最大限度的保护食品的营养组分不被破坏 而针对食品损付率高 食领性强的特点 我们从物理厂辅助的九度 开发出了一系列先进的冻结技术 我们通过对冰晶的精准调控 能够实现食品冷冻过程的质的费用 为这个消费者留住营养 留住新鲜 目前我们这些技术 有的已经求让走进了千家万户 有的质正在独步实现产业化 总之来说不难看出 这些方向与食品产业的生产 处运质减息息相关 正协同推动食品产业加速向好的方向发展 非常感谢孙院士 刚刚您说了我们要苦练这个内功 我想这个内功可能还涉及到人才的培养 那么您在这个华南理工大学 和爱尔兰国立杜柏林大学的教学和科研的过程当中 您是怎么样去建立一个高校的科研团队 然后去构建一个全球化的视野的 在这方面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些介绍 可以的 就是因为我自己作为一个教育科技工作者 我自己非常知道 这个人才对于这个社会发展 跟民族复兴的重要的战略意义 因此我的科研团队的建设 也是围绕这个人才培养来展开的 我自己认为呢 一个有战斗力的团队离不开 一 科学的团队培养模式 二 高秀的沟通运作机制 三 合理的人才体度建设 第四个呢 就是一流的学科平台支持 以上这些优素呢 切一不可 这些说起来很容易 但是实际上做起来是非常不容易的 无论是在华南理工大学 还是在爱尔兰国立都博恩大学 我做科研的首要目标 始终就是以解决 当地产业所面临的实际困难而出发的 只有经顶这个产业的实际 才能让科研公关落到实处 才能让我们的工作更加可持续 在此基础上呢 便是不遗余力的支持人才 特别是青年人才的培养和发展 而在人才培养跟发展战略方面呢 我实际上呢 在2016年 就是中国海外人才交流大会上 我当时就提出了 就是我国人才发展战略呢 要中型五化 什么化呢 就是精准化 柔性化 差异化 层次化 还有本土化 我认为呢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我国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不断加速 我们又做到 人才既引进来 而且又走出去 两者又并重 谢谢孙院士 刚刚您说到人才的跨地区和跨国交流和沟通 我们都知道您是欧洲唯一一个华侨华人的六院院士 那么在推动这个中外科技交流和合作方面 应该做出了非常多的贡献 所以我们也想请您聊一聊 您认为这个桥力量在这个国际交流当中 可以发挥哪些优势作用 好 我个人 对我个人而言 我一路走来呢 我的成长始终离不开这个强大祖国的支持 而祖国的发展呢 始终也是我深深的牵过 作为移民科学家 我信奉科学没有国界之分的道理 而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秉承报国没有地域之别的信念 这个三十多年来 我虽然生在异乡 却情绪三子 虽远度重远 我亦彻子情深 特别是在2011年 我回到了母秀华南理工大学 建立了自己的研究中心 希望呢 用我在海外多年所学到的知识 所积累的经验 以及所掌握的技术 来为祖国的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 贡献民博之力 他乡情窃故土难离 事实上 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乡土情节 更是广大囚包 难以割舍的家国情怀 一直以来呢 在广大华球中呢 聚集了一大批知识分子 跟商业精英 汇聚了一大批留学住在国国情 并且在当地既有广泛影响力 有很多人脉的海外人士 我认为呢 依托这广大华球在海外所打造的影响力 四九圈 资源 以及其到这些优势 中外科技合作交流和跟合作 无疑将如否添翼 一方面呢 以佛球作为纽带 将有利于通过球的力量 进一步融通中外 让信息更加高效互联互通 同时呢 球界人才更加融合化这种思维跟智慧 将更有利于国外相关技术产业的精准引进 让其更加适合中国的水土 从而在中国框架下高效运行 另一方面呢 随着广大华球华人在海外 世卫地位的不断提升 在各领域涌现出了一大批高层次人才 我们国家呢 可借此成立高层次海外专家智库 来充分发挥海外求力量数量多 分布广 层次高 还有专业强 这个优势广拒求制 汇拒求力 为国家的科技创新 经济建设和世卫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谢谢院士 我知道孙院士您一直在关注中国食品科技类企业的发展 那么现在呢应该说是中国企业的出海势头还是非常强劲的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中国的这个食品科技类的企业提出一些建议 他们应该怎么样去抓住目前的这样一个窗口期实现品牌和技术的双重飞跃 随着这个我们国家现代化建设不断起的突破 我们国家的国际影响力确实是逐点提高就如你刚才说的 因此呢带来的中国文化软实力输出也在不断扩大 因为这个国际上持续中国日的兴起 越来越多的海外朋友开始主动留解中国 中国这个传统饮食文化和中国特色食品 在海外也越来越受到追捧 在这种大背景下呢 食品科技类企业呢 应该把握这个技艺盛世而上 可围造中国传统饮食文化打造这个大IP 也就是说是以中国这个传统饮食文化作为核心 创造出具有这个独特价值跟广泛影响力的品牌 形象 故事等知识产权内容 并继承积极拖展这个海外板块 为我国这个传统特色食品海外市场开建拓图 孙院士 能不能请您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 您在食品领域的突破 然后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背后的故事和挑战 我们知道果树彩后它实际上是一个活体 人在进行就像我们人一样在呼吸 它进行以呼吸作用为主导的生理代谢活动 但由于就是我们采摘以后 已经就失去了这个养分的来源 所以果树就只能通过 休耗自身储备这个能量物质 来维持它这个生命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果树这个形态 质地 色质 风物等等都会发生 不断发生变化 从而就是造成了果树品质的下降 这也是我们平时为什么说果树放在家里面 然后它这个慢慢的它就变坏的原因 就是质量变差的原因 同时果树本身它的质地跟营养特性 又会导致它极其容易受到机械损伤 还有微生物的侵染 导致这个保质期保鲜期就大幅度的缩短 而我在花囊理工大学 现代食品工程研究中心 又做的什么事情呢 就是不依靠这个化学手段 我们是从这个食品工程技术九度出发 给这个果树这个老化变质腐烂 这个是一个不可逆的自然过程 我们就像那个play music 按下这个暂停键 或者说按下这个慢放键 从而呢就是尽可能长的 在长的时间里面呢 来保持这个果树的自相味性 最大程度的为这个消费者 提供这个新鲜度更高的果树 目前呢我们主要是围绕快速气除热量 渡结风险隐患 构建低温环境 遏制生化活性 还有控制水分形成 终止这个代谢进程 以及调控冰晶尺寸 避免冷冻损伤 这些目标来开发了这个真空快速 一冷同步气条 超声波辅助冷冻 以及超高压辅助冷冻 这些果树物理保鲜技术 引发了这个果树彩后 跟冷冻冷链的技术变革 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 但是呢 背后的故事就比较多了 我们如何将理论转换成实践 这个过程实际上并不是一朝一夕这个事情 是稀有做大量的实验来做铺垫 稀有成千三万车的探索 才能把停留在纸面上这种理论论证 转换成成熟而且可靠的工程技术 从而在实际应用中精准的解决产业 所面临的卡脖子问题 好的 谢谢孙院士 也谢谢您 就视频安全和健康科技 向心发展的话题 和我们大家来指点迷津 再次感谢您 谢谢大家 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乔建新时代》 下期见